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Hey Choo的頻道 我是阿C 我是Dino 今天要跟大家講的電影 就是周冠威導演的《幻愛》 這個故事是講一位小學教師阿樂 即是劉俊謙 他就是一位精神分裂症的康復者 雖然很渴望愛情 但一直都不敢談戀愛 因為一次機緣巧合之下 就認識了一位女生叫葉嵐 即是蔡詩雲 阿樂對葉嵐產生了幻想 正當阿樂很努力擺脫她的幻想 身為精神病研究生的葉嵐 就主動找上阿樂 就以研究阿樂的病例 去完成她的畢業論文 這故事主要是圍繞她們兩個之間的相處 甚至當愛河的故事 近幾年拍這個精神病患者的電影 其實就不太多 例如《瘋症轉》 或者《二度空間》 其實都做得不錯 幻愛這一套 她就是用精神病患者 去包裝的一套愛情小品 我自己挺喜歡的 開頭看下去的時候 就有一點Inception的感覺 幾時真幾時假 就沒有人知道 細味了之後 就會發覺 原來其實她是一個很浪漫 很淒美的愛情故事 沒錯 其實導演除了帶出這份風景之外 她也帶出了一個很大的反思 就是究竟病的定義是什麼 究竟什麼叫有病 什麼叫沒有病 好像故事裡面的阿樂 她雖然精神上是有病 但其他好像漢字很正常的人 其實都是有一些問題 就好像譬如葉南 她的感情生活很不規律 甚至會因為一些好處 而出賣自己的身體 例如不斷去拿葉南著數的一位男教授 即是潘策良 又譬如好像爆姐 她雖然是一位權威的人士 她是一位心理學家 但她的想法其實某程度上都很迂腐 爆姐一點都不迂腐 她還很正氣 我講的是她對規矩的那種死忠的態度 她有很多原則 而這些原則 其實根本上是不可以 在一些精神病人身上 其實人本身是有情感的 怎麼可以覺得 沒錯 病人和這個心理輔導員 是不可以產生感情 甚至產生了戀愛 是令到那個病者慢慢康復 爆姐都不能夠接受到這件事 那我就覺得其實她的思想是很迂腐很落後 不過不是啊 爆姐最後也有幫我葉南 她也是一個好人來的 但她也是要求葉南去答應 不再找阿樂 不過說起你剛才不是說 有病沒有病那件事嗎 女主角在吐氣裡面 其實她本身都是有少少精神病 沒錯沒錯 這個其實涉及到少少 她本身出生的背景 因為她小時候都是被媽媽打 然後還有 被媽媽摸晒衣 放出走廊 是啊 她其實就是講的 很多都市人其實都有 某程度上的精神病 可能是很少的 我們都不察覺到的 我好記得有一場 就是當葉南精神崩潰的時候 就是說自己很便宜 自己可以為了利益去出賣私身體 對著阿樂在咆哮的時候 阿樂反而是安慰她的 如果以一個精神病患者來說 阿樂其實這個位置是 反而做到一個冷靜的角色 去安撫她女朋友 可能大家會覺得 就是精神病患者去到這些情緒激動的時候 會控制不到自己 但其實她們都可以說出一些很理性的說話 甚至是去保護自己愛的人 所以其實有病還是沒有病 都是導演想帶出來一個疑問 給大家去反思 不過說起這件事 其實我很喜歡攝影師 攝影師在這套戲裡面 我覺得她花了很多心事 譬如她會用廣角鏡頭 用一個深的鏡心 讓你可以在一個鏡頭裡面看到整個畫面 譬如在屋邨裡面 你可以看到每一層樓 有些什麼人走過 可以看到男主角和女主角的互動 有時她會配合劇情的需要 譬如可能是在做這個interview的時候 就會用一個balance的畫面 左邊和右邊是平衡的 接著就會是一些對展的鏡頭 因為劇情慢慢推進的關係 每一個鏡頭的特寫會越來越緊密 還有就是整套電影裡面 其實大家是看到很多大型的特寫的 還有其實攝影師很喜歡用前中後境 就可以襯托整個空間出來 還有我覺得她的屯門鏡頭拍得很漂亮 好像那些輕鐵的散景鏡頭 真的令到畫面很有色彩感 另一件事我想說的就是 讀演很拍得出一個香港公屋的感覺 譬如公屋本身的牆場比較薄 譬如左輪有你吵架的時候 你會聽得很清楚 隔場有異 是的 他們之間的距離很近 距離感近到 如果這個單位在這裡大叫 整棟樓基本上都聽到這個回音 這個就是很香港的特色 也是很帶出那種 香港人和香港人之間距離很近的特色 其實整套電影很多位置都覺得很深刻 最深刻的一場一定是 就是欣欣、阿樂和葉楠 他們三個一起對戲那一場戲 那一場戲在阿樂的家 完全表現出阿樂的精神崩潰的狀態 也完全顯示出劉俊謙的一個很厲害的演技爆發點 例如很深刻的是 當葉楠生日帶了阿樂去她家 然後在家門前親了阿樂一口 其實他們倆在搭電影的時候 音樂已經是有點懸疑的感覺 正正是幻愛現在放電影 一開始的音樂 其實葉楠本身的心態上開始有些轉變 她也開始對阿樂有一點好感 不過說開 其實你覺得是結束結束還是幸福結束? 我覺得是開放結束 導演其實沒有很明確地告訴觀眾 究竟他們兩個之後會不會在一起 就是準觀他們會在一起 但是畫面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她比較萌萌的 又好像是幻覺的感覺 好像是夢境的感覺 所以其實我也還在想著 但其實我自己覺得很明顯是結束結束 因為其實她有意識形態在裡面 我不知道是導演刻意安排還是美術組 一開始阿樂就遇到欣欣 即她幻想的那個欣欣 當時欣欣是穿著一件黑色蝴蝶的衣服 蝴蝶其實是代表著愛意 而那隻蝴蝶上面寫著missing這個字 missing 其實就是當時的阿樂是缺乏這份愛意的 然後去到剛才你所說的 你很喜歡那一場 那一場裡面 欣欣再一次穿了這件蝴蝶的衣服 但這隻蝴蝶已經變成粉紅色 那這個粉紅色其實就代表 她的愛意已經被填滿了 她感受到這份愛 但是經過這場的炒假 然後葉南就在家裡睡醒了 她穿著的那件衣服 導演是給了一個close up大家 就有一隻小熊維尼 那小熊維尼就拿著一個蝴蝶網 她就想嘗試去捉一隻蝴蝶 其實就是說她的這份愛情已經即將要消失 她抱也抱不住 到最後的時候 那阿樂就拒絕了葉南 那大家都回到她家裡睡覺了 她們在夢裡見到對方 去嘗試表達愛意 因為在現實那裡她們達不到這件事了 所以我自己覺得其實很疼的結尾 那你這樣說也有些道理 因為其實本身在圖書館那場 阿樂已經很明顯向葉南拒愛都挺缺絕的 如果最後他們突然又再一次在一起 又真的有些奇怪的情緒跳動是太快的 我覺得純粹是導演想滿足大家的一個願望 但也是一個不是那麼明確的結局 所以才叫幻愛 因為其實整部電影都很帶得出那種幻象的愛情 還有欣欣和葉南 究竟哪個真哪個假 其實都很值得大家去想 因為其實一開始大家都會被欣欣這個角色騙到 覺得欣欣就是蔡思惟這個角色 幻象似的愛情 是完全滑破了大家的幻想 那女主角一直有條紅繩 到後來她想戒手 然後就佔了一條紅繩 其實我想了很久會不會像 像在Inception轉那個陀螺 其實都有如意究竟哪一樣是真的 你會想多了嗎 但那個位其實是很重點的 就是因為葉南她決定不是傷害自己 拿著一把戒刀她不是戒自己 而是決定去斬斷她和媽媽的關係 就是她決定去擺脫這個痛苦的過去 正當擺脫了這段痛苦的回憶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她這個角色是換言一新了 就是她和阿樂開始認真談戀愛 由一個感情生活比較墮落的女生 變成真的嘗試懂得結身自愛愛自己 好了 既然讚得這部戲這麼好 究竟有沒有什麼不是這麼好的地方 我真的嘗試想了很久 但真的不是很想到 但如果真的要改一個位置 其實真的有點奇怪 就是有一個鏡頭就是葉南和南教授 就是潘燦良 他們就在學校門口 那葉南本身是一個急功近利的人 他想接近南教授去拿一些好處 那一刻就扮暈 然後就躲了到潘燦良的肩膀上 他扮暈那一刻我真是勾了嘴 小兇小兇 真的覺得是 不是演技問題 是節奏問題 那一刻他好像叫潘燦良先走近去 然後他有一刻就躲了到潘燦良的肩膀上 大家都知道你是扮暈 那感覺 又要做給潘燦良看 那一刻我就覺得有點奇怪 但其實女主角是真的要扮暈的 那個時刻 她是扮暈 然後她勾引Professor 純粹在節奏上我覺得有點不舒服 不過說起來 我自己覺得有一個鏡頭 真的有一個鏡頭 葉南在她家的窗口 就看著她家的窗口 那時候我不知道她怎樣拍 我猜應該是錄幕和Key 因為Key回來的Scale 有一點點比例上不對 而且差一點點 應該不用Key吧 但比例是不對的 各位 看上去你會看到女主角的比例差一點 如果她跟平時的鏡頭 總之這個Scale有點怪怪 那個鏡頭有點尷尬 整體都很好 我自己覺得如果這個攝影師要拍MV一定超級厲害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部電影 是真的今年暫時的那一部香港電影裡面 是我最喜歡的 亦都是覺得比較上是出色的 因為她真的很拍得出那種 患得患失的愛情的感覺 而那種處理的手法是真的比較特別 還有一點都不煽情 還要是令到人幾感動的 那我這裏任不住在戲院裡哭了幾天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進去戲院看看這部戲 我覺得真的要進去戲院支持 因為這部戲真的很出色 也是一個不錯的香港愛情小品 那今天的電影分享就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對幻愛這部電影有什麼感覺 或者有什麼戲想我來說 都可以在留言告訴我們 如果喜歡我們的分享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下部片再見 拜拜